南田书院文丰鼎盛 每年推出文史班 报名十分踊跃 之前在艺术家资料馆 展出108年度文史班成果展 共六班成果丰说 最主要就是有静态和动态 我们的静态就是 修法和画画 我们动态方面 就有国家的表演演奏 和思想的影像 隆重有六个班 现场嘉宾云集 县议员由宏达及赖燕雪 都到场致议 由宏达议员肯定 南田书院借由开班授课 致力推广传统文化 也保留了传统文化 南田书院文史班继成果展 可以说禀照的 我们孔子儒家书翔 以及我们南田书院的宣化 总共有开了六个课程 推动了真的好 是我们的文化 是我们的国力的一种 所以说我们文化的保存 跟文化的传承 我们就要继续宣扬 在南田书院欢迎大家 来共享受 除了开办书画及传统诗语唱 等班的成果丰硕之外 县议员赖燕雪 也相当肯定南田书院 致力文教推广 计划堂每年记作福清 更是发挥教化安民的力量 在萧主委的带领之下 每年的成果相当的一个丰硕 我们的南田书院 对我们的文教 对社教重视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计划堂 长期以来帮助我们县内 很多弱势朋友 包括需要帮忙的一个边缘户 我们南田书院的计划堂 都是跑在第一线 我们非常的感恩 也非常的感谢 南田书院的一个组织 非常的坚强 所以每一次南田书院办活动 都非常的一个充实 学员吴秀珍很高兴 藉由参与及老师的指导 让自己的书法有所进步 以前自己苦练了 三年五年甚至十年 都没有进步 那到南田书院来学习书法之后 老师说我进步很多 南田书院108年文史班成果展 风说 期望借此弘扬传统文化 提升生活品质为目的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